第四十一集 卫女怀孕 她和陈娇怀孕一样高兴 平时和陈娇谈起来 不要紧 这里都给你预备好了 什么时候要人 说一声就是 其实现在永相殿里 也有不少陈娇选送的美人 只是都是多年无宠 也没有身孕的 难免渐渐为人忘怀而已 陈娇都笑 好 阿彻要人了 我再和您说 你不嫉妒就是最好 大长公主很欣慰 你越是不嫉妒 阿彻就越疼你 好来好去 好 最好魏夫人这一胎是个男婴 你再说到宫中来养 那就更好了 魏子夫是要比假机会做人的多了 连大长公主都听喜欢她 还会客客气气的叫她一声魏夫人 忌妒 敢忌妒吗 声音不屑的说 又叹了 又叹了口气 唉 其实现在回头来看 也犯不着妒忌 是啊 妒忌这些昙花一现的美人 又是为了什么呢 明白着刘彻转头就望 对他们的温情 不会有片刻留恋 这群美色 不过是她国事繁忙中 给自己的一份犒赏 就是曾经短暂得到过她青年的王姬 恐怕也没有真正走进刘彻心里 陈江甚至在想 刘彻心底一角 如今肯定是有她一席之地 他们毕竟一起长大 结发夫妻 刘彻的血 还没冷到那地步 但除了天下 除了她的大忌 除了她的权力之外 真的有什么东西 还能真正进入刘彻心中最深的位置 甚至 甚至只是退而求赐 能和她的报复欲也心一较高下吗 她觉得恐怕未必会有 她想 应当一世也不会有 对天生的帝王来说 或者无情 已经成为她的一种本能 而又不知为什么 这个事实 倒令陈娇悄悄松了一口气 宫廷之中最奢侈的 就是感情 与其太多情 她倒宁愿太无情 不过她又不禁疑惑 自己这样想 是否因为刘彻虽然无情 但毕竟对她 又还有一份情在 很快就过了十月 汉世终于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开局 如果说从前一年 因为太皇太后的去世 多少还带了几分缓和 就好像先帝去世那一年 刘彻也不能把动作搞得太大一样 如今终于进入新的一年 打从十月开始 刘彻就更不着家了 连永相殿 交房殿的门都很少她进来 倒是三不五时 进长乐宫去 那是太后有请 多半 也还是为了填封的事烦她 连陈娇自己都没有想到 重新扶植窦音 居然令朝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来填封为相那几年 要封得封 要雨得雨 仗着自己是天子的亲舅舅 又的确颇有才具 刘彻笑用她 她是大肆任用私人 索取财富 在宫中又有王太后软语相帮 连刘彻亦不得不忍了填封这口气 直到几年后 她把窦音赶尽杀绝 逼到了死路上 一时间风头两无 却又神秘去世为止 满朝文武 几乎半朝都对填尘向言听计从 可现在就不一样了 窦音本来有才 也未曾遭到先太皇太后的厌计 临终前幽自为她铺路 令她重回了相位 这对大汉的猎猴藩王来说 多少是个不错的消息 窦音又有才干又有功绩 并且不管怎么说 总也是老牌外籍出身 这些年来 窦氏和各地权贵联络有亲 至少令到他们多了一条路子 直接和丞相对话 在朝廷眼看着就要到来的宣翻大朝中 能够有一点希望少受搏击 再者 窦音再怎么样 做派也要比填封温和得多 吃相也没有填封那么难看 多年积累 无形间自然也聚集起一股不小的势力 童野心勃勃正欲上位的田丰 还没过圆月 就已经斗得旗鼓相当 不可开交 田丰有王太后 公然站在她身后 窦音在宫中 也不是没有靠山 大掌公主就提过几次 你也应该为窦音说说话了 局势明摆在这里 几次势均力敌的对垒 最终丞相这头都吃了小亏 还不是因为王太后耳提面密 屡屡语笑道压人 刘彻没有办法 这才只能拉了偏价 一次两次吃亏倒不要紧 最怕底下人看得慎心偏笑 不知不觉间声势张罗 人心一散 就没有那么容易收拢回来了 陈娇安然不动 阿彻卿镇这六年多以来 从来不少人只设话交 祖母去了 母亲又来说话 她心头烦着呢 这时候掺和一脚 只怕她没地方出气 特地送上门去的 妻子和母亲不同 孝子当头 太后过分一点 刘彻也只能受着忍着 再说 这几年来 太后身体渐渐衰弱 时不时就是骨头疼 肚子痛的 身体要比太皇太后当年更差得多 刘彻难道还能和多病的母亲置气 可陈娇就不一样了 虽然说是多年结发夫妻 但毕竟魏粉还在刘彻之下 对朝政指手画脚的 刘彻的一肚子气 不撒在她头上都不好意思 大掌公主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只是到底有些不甘心 都说斗士威风 有豆瓣潮的称呼 其实现在当得了士的 也就只有你这个王孙舅舅了 他要再被弄下台去 王室填世起来 我们斗士尘世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要不是因为想照抚斗士尘世 又何必这么辛辛苦苦 把豆瓣弄到前台 陈燕娇云淡风轻 您就放心吧 阿彻心里有数的 您以为 王侯的跋扈作风 没有招着的他吗 天下又有谁 比天子更有资格跋扈 他现在威风一天 就是和陛下理心一天 倒是王孙舅舅 看着似乎生是稍弱 但谁知道现在吃了亏 将来是不是就占着便宜了呢 见大长公主露出深思之色 陈娇不禁就吁了一口气 总算是把母亲敷衍过去了 其实 刘彻放任甜豆相争 多少也有与翁得利的心思 如今两人争宠 一面对皇帝施压 一面也都争着要讨好皇帝 用好了这两把互相争斗的刀剑 对于扫荡藩王势力 再度把权力收缩到中央 说不定也有奇效 不过 他不喜欢甜风 可不意味着 刘彻会喜欢斗音 斗王孙连太皇太后的面子都敢服 这个脾气刚硬 敢于对抗上风压力的老丞相 注定是不会投合刘彻的脾气的 他这一辈子 对身边人要求也实在是高 陈娇就好为你闲话 本领要强 脾气要小 最好是功绩凶主 谨小慎微 广结善缘 不给他惹麻烦 令他为难 却又深知进退 权柄不能过重 这还是不能令他为难 一边说 一边不经就笑 魏家人之所以独霸天下 还不就是靠的这几条真言 魏子夫也跟着陪笑 天子还不都是这样 又有谁能真正和天子恩爱不宜 当时越受宠 只怕下场 越凄凉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古风言情小说 《初经乌记》 也不知为什么 随着魏子夫的肚子渐渐大了 陈娇和他说话也就越来越百无禁忌 原来被紧紧守护着的禁忌 现在竟被多次触碰 不但屡屡谈到将来 就连这样 原本绝不会出口 牵扯到从前魏家路线的议论 陈娇居然也一松口就脱口而出 也实在是因为无人可以议论 有些事声音根本不懂 前一世 他毕竟被养得过于骄纵了 眼光也就局限于后宫这一亩三分地 很多事是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他也根本对前朝的事不感兴趣 这一生走到这个地步 对他来说 似乎已经喜出望歪 要再做更多布局 似乎也已经超出了他的眼见 这些话也就只有喊喊呼呼地和魏子夫感慨一番了 也有例外的 陈娇说 他望着魏子夫也不是没有好奇 当年宠吉一时的魏家 后来的下场又是凄凉还是富贵呢 魏子夫从来不谈及以后的事 而陈娇偶然的探问 也都被他圆滑地毙了开去 这一次也不例外 魏女顿了顿 他白嫩秀丽的食指 缓缓地掠过了丝绸一样顺滑的绣发 将一缕头发别到了耳后 想要说话 可最后 却只是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意 他对陈娇说 娘娘 听起这么好 不如让李延年来弹一曲琵琶 再换几个歌女 再歌再舞一番 陈娇也不想逼人太山 他靠回踏前 欣然道 好啊 可过了一会儿 皇门却来回报 李延年在长信殿给太后弹曲子 一时分不得身 小年轻颇有几分委屈 是咱们先传的他 可李宦官还没换好衣服 长信殿来人索要 不由分说 就把李宦官给拉走了 陈娇和魏子夫 不由交换了一个眼色 太皇太后去世之后 太后的形势 是越来越跋扈了 和田风真不愧是姐弟 什么事都是当仁不让 唯我独尊 刘彻最近心血 也的确很浮动 陈娇猜得不错 他难得来交房店探望自己的时候 行动间都带了火切 虽然经过压抑 但一言一语 举手投足之间 都还是有一股怒火潜流 就是之前五年的折服 刘彻都很少心服气 造到这个份上 他是很能藏得住心事的 忙成这个样子 狼狈成这个样子的刘彻 陈娇还是第一次有幸得见 他不言不语 和刘彻在后殿暖阁中 对坐了一会儿 说是对异 其实处处让着刘彻 刻意把自己的一条大龙 给刘彻吃了 作作痕迹 明显的连心不在焉的刘彻 都没能瞒得过去 这个鹦鹉的青年帝王 今年已经二十三岁了 他已经不是刚和陈娇结亲时 那个优待青涩的少年 陈娇还未曾见过圣怒中的他 在交房店里 他总是要格外多了几分自在闲事 但仅仅是这压抑了火气的阴烧 已经足以造成强烈的压迫干 刘彻瞪着他不说话 而陈娇便由着他看 他的态度还是那样浸若止水 其实心中也不是没有波涛 从前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很难见到刘彻了 和从前相比 现在他反而更像个新媳妇 再没有了以前的胸有成主 每一个应对都只能凭着自己的理解去做 他再不知道怎么做才更好 而什么做法 根本就是错的 连你都把我当个三岁小孩了 刘彻不再落子 口气满含低沉 摆明了就是要找麻烦 态度却又有些微妙的不安 他对陈娇总还是格外尊重体贴 夫妻快七年 都没有大声过一句 这是第一次发火 连自己都有点心虚 陈娇索性帮他一把 他直接掀翻了棋盘 另一桌黑白玉子溅落地面 发出了清脆的蹦裂声 有火就发出来吧 他说 声调依旧宁静 在我这里 你还要顾忌什么 刘彻不经已争 他的怒火反而未知中断 望了陈娇一眼 有了几分不知所措 我 陈娇说 你就放心好了 娇房店里的话 传不到外头去的 有了太皇太后留下的这一批人手 长信店里的话 可能还有几句 零零星星的能够传出来 但娇房店后店中的言语 在外头 却是半点都听不到风声 陈娇要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也就枉费老人家去世之前 还不忘心心念念 给他留下这一份最宝贵的遗产了 刘彻眼底 闪过了一丝兴奋 一丝宽慰 他提了一口气 似乎要大吼 但到了口边 却又化成了笑声 帝王将陈娇揽进怀里 额头靠着他的肩膀 就像是个幼儿 在窃窃寻求母亲的安慰 他语气有点无奈 唉 小娇 陈娇拍了拍刘彻的肩膀 下巴就搁在他的头顶心 他柔声说 我听着呢 就算刘彻一手被王太后带大 到这个时候 他也不禁要想 如果母后能向娇娇三分 又何至于会闹得这么难堪 但毕竟他是个帝王 他深藏住了这不该有的想法 只是疲惫地说 唉 匈奴人又来求亲了 韩安国和王辉 吵得都要翻天了 一边说和 一边说不和 其实啊 背后还不是田风和窦英 在抬杠 陈娇沉下眼来 听着刘彻叙叙叨叨的低沉念白 他一言不乏 只是听 自那以后 刘彻往交房店的脚步 就更加勤快了起来 很多时候他深夜到访 累得连衣服都不脱 往陈娇身边一躺就睡着了 眼眶下 是深深的清黑布说 胡茶子都还没有瓜 看着竟有几分落魄 而陈娇想 能有幸见识到刘彻这心酸一面的人 只怕不多 朝堂里的事 吵得再凶 最终也还是要刘彻来做一个决定 一边主战 一边主和 满朝人多少都以为刘彻心里 还是好战多些 不过这一次 他还是让了一波 送从了韩国的意见 挑选了士林的宗室女儿 又准备大笔金银财宝 预备为和亲职用 出人意料 竟摆出了一副求和的姿态 三红娘小心翼翼地说 呃 其实 五安侯也未必就是要求和 多半 只是因为丞相先一步求了战 他便不得不站在丞相反面 锐意促成和亲 对垒之事既成 很多事都不能不受到影响 尤其是这种政治立场上的事 有时候两人必须抢贪战位 而这种斗争又会反过来影响到国事 好比这次和亲 天风固然是被迫站到了和亲派这边 但最终又因为他的站位 间接决定了刘彻的决定 前朝是微妙之处 没有刘彻身边的近人大胆解释 有时候后宫女子自己是看不明白的 三红娘当年要不是因为陈娇提拔 也很难在刘彻身边找到一席之地 如今仗着自己的机灵和谨慎 以及陈娇随意的支持 在刘彻身边也有一定的体面 不过他的位置 有时候还要在东方朔之下 更比不上韩恩国 孔安国 董忠书这些红人了 陈娇要用他 他自然之无不言 言无不尽 唯恐不能讨好皇后 大长公主听到 频频点头 望着陈娇的眼神里 不禁又带了一点忧色 家房垫不出手 刘彻又顶不住长信殿的压力 填峰进一步 窦音就退一步 这件事虽不说严重影响成像的威信 但的确也把大行令王辉气得够呛 他原本经常往豆腐走动的 现在却靠向了填峰那边 更别说韩恩国之所以能够重新发迹 也是因为向填峰献金 有个太后做后盾就是好 填峰虽然没有什么功绩 但势力却发展得很快 陈娇要是还不出手 窦音眼看见了颓势 在外戚之中 恐怕王田两家的风头 渐进就要比窦臣更省了